那這樣持續大概三天左右 肝癮跟顆粒問題就大概消退八成五以上 你會覺得說一瓶霜那麼貴 怎麼擦起來沒有任何感覺 就整個膚質會變得比較精緻 比較高級 比較有質感一點 好的夢露 今天要來分享的是九尾的空空繩 有蠻多大家應該都不陌生 因為都有出現在以前的空瓶上 因為我自己對於保養品的忠誠度還蠻高的 我覺得保養品應該說你要慢慢去試 然後你可能會試到一些適合你自己的膚質 會讓你覺得還蠻有感 會讓你膚況很穩定的 那通常我就會一直持續的使用 那個品牌的那樣產品 不管是品牌借來的公關品 還是我自己去回購的都有 所以數量還蠻可觀的 有一些空瓶你會發現說 怎麼至少有兩瓶以上的空瓶 就是我真的還蠻頻繁在試用的 那我們今天一樣先把它分門別類 從清潔化妝水到精華液 以及乳霜這樣來分類 可能大家會看得比較清楚一點點 再來進入到乳液及乳霜的部分 首先是這個IPSA的濕潤平衡液 他們家有很多不一樣型號的濕潤平衡液 那我的話呢 我通常是用強化二號 就適合混和偏乾的肌膚 或者是他們家的舒緩 我也是可以使用 在我膚況比較敏感的時候 我就會用舒緩 那這款濕潤平衡液 我最喜歡它的地方 就在於它非常非常的清爽好吸收 那像我最近最常做的妝嫌保養 就是我會用這個濕潤平衡液 搭配克蘭氏的黃金霜脊 去加強皮膚的潤質感 我發現這樣搭配起來就剛剛好 剛剛好適合我的妝嫌的狀態 就不用再給它更多 因為其實這樣就夠用了 所以這瓶我也用蠻兇的 我通常會搭配化妝棉 暗散下來使用 那其實用手也是可以 如果你的手有洗乾淨 我就直接進行保養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它的質地就是好吸收 很清爽 你發現妝前保養使用 它是不會有任何的黏感的 所以你在上妝也不會覺得 裝在上妝去啊 然後保養又厚 然後妝又厚 反正覺得皮膚很悶很不舒服 它不會給你皮膚 有很明顯的存在感 還是油膩的感覺 所以相對來講 我覺得它帶給皮膚那種感受 是很舒服的 再來一樣是開架的 Dr. Wu 布納酸保濕精華乳 就是開架我最常用的保養品 都是他們家 不管是精華 還是乳液 都是 甚至結顏產品也是 就他們家的這個系列 剛好都很對我的胃跟 很對我的膚況 那保濕精華乳呢 它的質地 如果跟剛剛的 IPSA 水潤平衡液比的話 它來的更滋潤一點點 所以如果今天我覺得 水潤平衡液好像不太夠 我想要再加強保濕一點 我就會選擇用這款 而且它的質地 很適合拿來混你的粉底液 如果你覺得你今天膚況比較乾 或是說你覺得那款粉底 你今天想用 可是你會覺得它好像有點乾 你就可以壓一點點這個乳液 在你的粉底裡面 然後把它混在一起 那款粉底液 它上起來的妝感 就會變得比較有 有點光澤 然後保濕度也會提升 會變得比較像奶油肌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混粉底 也蠻好實用的 以乳液產品來講 它的質地也是比較清爽 好吸收 你的皮膚不會有油膩感 還是負擔感的 所以我覺得 對於不同膚況來講 接受度也是蠻高 而且他們家的保養品 都不會有奇怪的香味 所以如果你本身 對於香味比較敏感的人 可能接受度會比較高一點點 再來是達方的全效舒緩濃縮 修護精華 又稱為粉紅安瓶 如果你們是敏若基 應該都知道他們家的療癒小粉紅 全效舒緩精華液 就是玻璃瓶生那瓶 那這瓶應該算是它的好朋友 如果你一加一一起使用 它要穩定修護膚況的效果 會再更翻倍 整個變成Turbo版本 所以這瓶我覺得它很厲害的地方就是 因為我有時候需要台北跟嘉義兩頭泡 因為我家人在嘉義 有時候會回去看他們嗎 那就是最近這幾次我發現 只要我在嘉義待一個禮拜左右 大概六天過去 我的皮膚就會先開始出現 摸起來粗粗的 然後開始紅 隔天就會長小顆粒 那如果小顆粒我還不去管的話 再來就會開始癢 就會變得很嚴重 然後我就一定要到皮膚科報到 旅逝不爽已經好幾次回去都這樣 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就是很擔心我是敏感肌 突然間換不一樣的保養品 可能皮膚會不適應 所以我會在嘉義跟台北 都準備兩套一模一樣的保養品 我就回去會用一樣的 上次我回嘉義 然後大概也是待一個禮拜左右 我的皮膚又開始出現紅氧跟顆粒 我就覺得很煩 因為又沒有嚴重到 要非看醫生不可 我真的是已經過敏到皮膚科報到 到那醫生認識我 他們就看到我就說 你又怎麼了啦 你又 就知道我真的很常看皮膚科 所以我就覺得沒有那麼嚴重 要看醫生 那我就稍微來調整一下我的保養步驟 我就剛好帶這個回去 所以我那幾天的保養就是很簡化 我只保濕噴霧 然後我就只擦這個 任何的精華液跟乳液我也不擦 我就只擦這個 那這樣持續大概三天左右 我的皮膚的紅氧 乾氧跟顆粒問題 就大概消退八成五以上 其實就很快就會不斷 很像沒事一樣 所以我覺得它用來 鎮靜跟舒緩你的敏弱問題 是真的還蠻有感的 但是如果你的皮膚已經過敏到不行 我覺得過敏跟敏感是兩回事 過敏就是你可能有濕疹啊 或是很明顯的 大泛紅大斑塊 還是有刺痛感 甚至有臉流組織液 你就大過敏要趕快看醫生 因為藥跟保養品是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觀察自己的膚況 是還蠻重要 因為我已經長年累積到 稍微會有點判斷 自己現在的膚況是敏感 還是過敏 那個等級是不一樣 該用藥的時候請去看醫生 那如果說只是輕微的敏感問題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透過保養 去稍微調整皮膚的狀態 所以還是要好好的觀察自己的膚況 不要覺得保養品是萬能的 沒有保養品是萬能的 就要觀察自己的膚況 然後給皮膚當下需要的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這品我覺得很適合 在皮膚有敏弱問題的時候來使用 再來是赫蓮娜的黑繃帶乳霜 這品乳霜 我們先來講它的質地 它的質地跟一般我們傳統中對乳霜 抹開來是很絲滑延展性很好 然後你保養完之後 皮膚會成薄薄的奶油光膜的那種感覺不一樣 它的質地是霧面的 所以你保養完 你的皮膚也是成為一種很絲霧的感覺 第一次接觸到之後 我其實很不習慣的質地 我想說怎麼會有這種乳霜 就覺得有點黑人問號 然後它有一個封號叫做爛皮救星 所以如果你的膚況沒有什麼問題 你都很健康 然後皮膚很好 你用它 你可能不會有任何感覺 你會覺得說一瓶霜那麼貴 怎麼擦起來沒有任何感覺 那是因為你皮膚夠好啊 但如果你跟我一樣 皮膚時不時出問題的話 你用它你就會感覺到它的魅力 像我最容易出現的膚況問題 就是有時候 你可能看起來沒有怎麼樣 但我就是突然間有點癢癢了 或是這邊突然間紅一塊了 總之就是你會覺得你的皮膚有一種毛毛 讓你覺得有點焦躁不舒服的感覺 我晚上用它加強保養 然後在比較乾癢的地方 或是稍微有點泛紅的地方 去厚敷隔點起來 我的皮膚就很聽話 就變得很慣 所以我覺得它在你膚況不穩 或是有一些毛毛躁躁的問題的時候 來使用它用來那種鎮靜 壓制的感覺都還蠻好的 再來就是如果你有長一些 那種很紅很腫的痘痘問題 像我前陣子右邊的鼻翼上面這邊 長了一個那種很腫的痘痘 腫痘就是你在緊的時候 你會痛到流眼淚那種叫腫痘 那通常那種腫痘它的消退期 又會比一般的小痘痘來的拉長很多 大概要一個禮拜之後才會完全的消腫 那我那時候就是終於把它養熟了 把它緊出來之後 等到它的傷口稍微有點結痂 沒有開放性傷口 不會流阻止液 我就是在晚上保養完之後 我就是多厚敷一點 在那個結痂的傷口上面 這樣子那個痘痘的傷口 會好的比較快 然後消紅跟消腫 我發現也會比我沒有去做任何事情 來的更快一點點 所以恢復到現在其實這邊已經看不太出痘疤 最多也就是兩個禮拜以前的事情 但是現在已經恢復的還蠻好 所以我覺得它用來消滅那種腫都還蠻有感的 再來是蘭蔻的絕對完美黃金玫瑰霜 這個霜就是兩個字高級 因為這系列它們的味道都很療癒 而且是有質感的那種玫瑰香氣 包含剛剛分享的安瓶都是 所以你用這系列在保養就是一個享受 你的鼻腔這邊會非常的舒服 那玫瑰霜呢 它有一種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的質地不是到超級潤澤 你要說它超爆潤嗎 也沒有 它就是剛剛好的質地 所以我覺得以乳霜產品來講 它這個質地接受度還蠻高 不會讓你覺得很厚 很悶 還是很油膩 不好吸收 而且這瓶霜啊 我覺得它帶給皮膚的改變 是你越用會覺得你的皮膚紋理變得比較細緻 就整個膚質會變得比較精緻 比較高級 比較有質感一點 然後同時間 也會看起來比較嫩 是有光澤 所以它帶給皮膚的反饋 你是可以感受到的 所以如果以專櫃比較高單價的乳霜類產品來講的話 這款我覺得它的接受度相對來講是高的 因為不管是哪一種膚況 油肌 乾肌 中性肌 混合肌 敏感肌 我們都希望自己的皮膚質感 可以看起來更精緻一點 所以我覺得它對於不同膚況來講 應該都是可以滿足的 所以我覺得也蠻適合趁母親節擋肌的時候入手 靠想自己或是送給媽媽 都還蠻適合不會出錯的一個選擇 這瓶霜真的非常非常的沾 而且味道也很舒服 再來是這個 DAVON的白顏極致舒服雷方向精露 這瓶啊 推薦給乾肌 或是膚況有乾燥問題的人 或是偏熟齡肌的人來使用 因為它質地真的還蠻潤澤的 它的質地很特別的是 像剛剛分享的蘭蔻啊 還是赫莲娜 都是屬於你想像的到的那種乳霜質地 但是這瓶啊 它是很像那種凝固的奶油的質地 所以你挖起來的時候 它會是一塊的狀態 那你要怎麼使用呢 我覺得這個手法就還蠻重要 因為如果你這樣一塊 直接像奶油這樣塗在你的臉上 你會覺得好像很難推開 所以你要用你的手心的溫度 先去把它溫化之後呢 它會整個化開在你的手掌上面嘛 你再輕輕的這樣去保養 把它帶開 保養你比較偏乾的部位 這樣子你就可以感覺到那些乾燥的肌膚 立刻就被滋養 立刻就被舒緩 變得很豐潤 很舒服的感覺 所以這瓶我覺得它是比較需要花時間 慢慢地去熟悉它的質地 以及瞭解它的保養手法的產品 那它們在方向精露系列的產品 特點就是都會有很療癒的精油的香氣 所以你在保養的時候 那個香氣的氛圍也是很療癒 很舒服的 那這瓶呢 像之前可以出國的時候 比如說去韓國冬天爆冷的 或是去可能歐洲也是比較乾燥 就很適合帶這瓶乳霜 因為可能一般的乳霜 對偏乾部位來講 你會覺得滋潤度可能不是那麼夠 你想要加好加滿的話 這瓶它那個潤質感是真的幫你加滿 甚至到120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就很適合在非常乾的天氣 或是膚況很乾燥的時候來試用 而像皮膚如果乾 然後你沒有給出它水分跟油分的話 可能就很容易長一些小乾紋啊 那之前還可以出國的時候 我發現就是如果用這瓶去加強 潤質跟當作保養做一個步驟的話 就可以減少那種乾燥乾紋的產生 所以我覺得它對於去加強保濕跟潤質 還是修護乾燥機的效果都還蠻好的 再來是海洋安娜的新經典 舒芙蕾乳霜 這個乳霜我覺得它的質地會比較適合 比如說你是清熟靈機 或是你跟我一樣只是混合偏乾 沒有到很乾的話 它的質地比他們家經典那一款 會來的稍微清爽 輕盈一點點 你用起來比較不會覺得那麼的厚重 那麼的負擔 或是你要放在夏天使用 這質地也會比較 可以呼吸可以透氣一點點 那他們家的這個乳霜 我覺得很適合 就是像有時候你會覺得你很疲憊 皮膚看起來沒有精神很黯淡 你用它保養的當下 你會覺得它帶給皮膚的感受是很絲滑 很柔的那種感覺 所以你會覺得你用它在保養 是一種放鬆 是一種舒服 那隔天睡醒你會發現 你的膚況看起來會比較膨 比較有精神 比較亮一點點 那專櫃乳霜說真的它的單價都會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如果說你的預算足夠 或是你想要偶爾對自己好一點 我覺得是可以趁檔級去感受看看的 每一個品牌 他們對於肌膚的訴求可能不太一樣 他們的氛圍也會不太一樣 所以像這種比較高單價的乳霜 你應該會去了解說 這個是不是適合你自己的膚況 如果說你有一些皮膚比較不穩定 或是敏感問題需要修貨的話 你可能去參考黑繃帶 那如果說你想要一些比較極致色滑的享受 也許你可以參考玫瑰霜或是海洋娜的霜 那海洋娜娜這款舒芙蕾乳霜 我看官網好像是有顯示 不同的莫數價位不太一樣 我手上這個是15ml 那它價錢好像是3500 所以對於一剛開始想要接觸 專櫃頂級乳霜產品的人來講 它是一個比較好的入門選擇 就你不用一下子就砸萬把塊下去 一定要一下就買這麼大一罐的產品 你可以先想弄小罐的試看看 那如果說你小罐的用完喜歡 你慢慢再去買大罐或是預算夠 再去買大罐就好 所以這種小莫術的產品 我覺得也是蠻貼心的 好保養都結束 再來就進入到清潔類的產品 首先是這個 妮威亞的保濕深層剪布卸妝液 這瓶我應該用了有10罐 10來罐以上去 真的不誇張 因為我就以開架的眼唇卸妝液來講 其實我的要求沒有很多 第一個要求就是它不要尋眼 第二個要求就是不要太油 第三個要求就是它可以很快速地 帶走那些難卸的睫毛膏 或是防唇眼線 這三個要求應該很基本 不會太過分吧 那我覺得它都可以辦到 不會熏眼 然後你稍微敷個可能5-6秒 甚至不用到10秒 它其實就可以戴掉大部分的彩妝 所以我覺得以清潔類產品來講 它算是還蠻 即時的 就不會花你很多時間 因為有時候回到家真的很累 你要花很多時間卸妝 會覺得很懶 可是它可以為我們 卸眼唇的時候 省下不少時間 再來就是質地 我用的也蠻合的 就是不太會熏眼 也不太會油 所以我覺得對我自己的眼部周圍來講 不管在清潔還是適應度上面 都買好的一瓶 開架式的眼唇卸妝產品 再來是L'Oreal的 三合一卸妝結顏水保濕型 這個結顏水應該也算是我的 開架無腦卸妝水的選擇 就有時候想要買卸妝水 然後在那開架前面 我不會想太多 就會直接去拿這個牌子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有一個很直覺性的感覺 那他們家是有分為保濕型 跟比較強力的 不一樣蓋子的選擇 所以你可以依照你這個服框 來進行挑選 我通常是選擇保濕型的比較多 因為使用卸妝水 通常你要搭配化妝棉 那有時候你擦拭過頭 我覺得在偏乾的部位 可能也會比較不舒服一點點 保濕型它的那種舒緩 跟維持水分的效果還是比較明顯一點 我自己感覺是這樣嘛 所以他們家的這個卸妝水 我用的也蠻合的 就如果要買卸妝水的時候 沒有太多想法 我就會直接選擇他們家的卸妝水 再來這個也是老朋友 就是TUCO FOSCO的 柔滑雞蛋接鹽mousse 這個我最喜歡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它很省食 因為它擠出來就是那種mousse質地 而且是很綿密很豐富的mousse質地 你根本不用擔心你的泡泡搓得夠不夠 可以幫你省下很多搓泡泡的時間 可以直接洗 那就是它洗完之後呢 它帶給你皮膚的感覺是很舒爽 很乾淨 但是你又不會覺得被清潔過度 帶走很多水分 反正變得很乾 很澀很崩的感覺 所以它雖然說會幫你清潔乾淨 但是它殘留給皮膚的感覺是很舒服的 你的皮膚維持在一個就是剛剛好的狀態 不會太乾 也會不會覺得洗不乾淨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用它來清潔皮膚的那種感受是很舒服的 再來是Bobbi Brown的鏡頭潔鹽mousse 他們家的這個mousse如果跟剛剛的那個雞蛋比起來的話 雞蛋就是很綿密 它擠出來會是一坨在這邊那種 但這個啊 它擠出來的泡泡會是比較水狀的感覺 所以你在清潔的時候比較不會感覺到那麼多泡泡的存在 可是你用它洗完臉之後皮膚也是那種很舒爽很乾淨 然後不會被過度清潔的感覺 而且他們家的這個鏡頭系列都有一個淡淡的特殊香味 那個味道我覺得是很放鬆很舒服 是有質感的味道 所以用它來洗臉我覺得也是蠻方便之舒服的 但就是它是專櫃產品 我會覺得單價稍微偏高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可以自己去評估自己的消費模式是怎麼樣的 再來是尼瑋亞的雙層極淨卸妝水 它也是卸妝水產品 那跟Loreal這個有什麼差別呢 差別在它是雙層質地 而且它主打的是 它是輕質油層可以高效卸除防水睫毛膏以及眼妝 所以這品可以同時拿來卸你的底妝 又可以拿來卸你的防水型眼妝 但是Loreal這個呢 它只能夠拿來卸那些非防水的 比如說眼影啦 眉彩還是底妝唇彩類的東西 如果是防水型的睫毛膏跟眼線 它是比較卸不掉的 那因為它是雙層質地嘛 所以你在使用前記得要先搖一搖 把油跟水混合均勻之後再搭配化妝棉來進行清潔 如果是卸臉的話呢 因為它裡面還是有類似眼唇卸妝液那種油水的質地 卸臉你會覺得稍微有一點微微的油油的感覺 那油不是到卸妝油那麼的明顯 就是微微油油的感覺 如果你跟一般的卸妝水比較起來的話 它的清爽感還是比較高 這個就是會有點微微油脂的潤澤感 但是不會潤到讓你覺得很油膩很不舒服 因為你之後還是要搭配洗面乳 或是截眼霧色來做清潔 所以這兩瓶呢 我覺得如果你想要一瓶搞定就選這個 那如果說你喜歡比較清爽一點的卸妝水產品 你就繼續用這個 再來是Thenko的淨化卸妝油 我手上這個是之前的限定版本 一般版本應該都是藍色包裝的 那以卸妝油的產品來講呢 很多人用卸妝油最害怕的就是不好乳化 乳化不完全就會造成你的妝沒有卸乾淨以外 反而更容易長粉絲嘛 那他們家的卸妝油我覺得還蠻容易乳化的 就你這樣稍微搓一搓 其他容妝的效果都還蠻好的 那再搭配一些水去做乳化之後 其實我覺得就可以卸得蠻乾淨 就你比較不用那些卸不乾淨 或是不好乳化的問題 我覺得他們家這瓶卸妝油的質地 對我自己來講是還蠻合適的 但是它乳化完了 用清水去把卸妝油沖掉之後 它不會在你的皮膚上面殘留油油的感覺 因為有一些卸妝油 雖然說你用水沖乾淨了 你的皮膚那油油的感覺還是蠻明顯的 但是他們不會 就他帶給你皮膚的感覺是有點微微的保濕 然後又是清爽又是乾淨的 所以這個質地 我覺得帶給皮膚的感受也是舒服的 不太會有負擔感 因為很多人會很擔心卸妝油 那種油膩不好沖洗的感覺 所以他們家我覺得不管是清潔力 還是好沖洗的程度都是還蠻可以接受的 然後最後就是身體保養 那一樣就是最大品 我的老朋友以及好朋友的時候 首先是妮威亞的美白潤膚乳液 以及深層保濕身體乳 這兩瓶我都很常用 而且是交替用 像夏天比較怕曬黑的話 我就會加強使用這個美白的款 我覺得這兩瓶的特點都是 他們的質地都很好吸收 你擦完之後 就算你馬上去睡覺 你的棉被也不會黏黏的 我覺得不黏這一點 為身體乳加很多分 因為黏黏的會讓我覺得很煩躁 會覺得身體上面好像有一層東西 我一直還沒有洗掉 我就會很想洗澡 但是他們家的乳液吸收效果都是很好的 你的皮膚可以恢復在一個 有被保濕到 但是同時間又維持在乾爽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以開架的身體乳來講 他們家的產品很容易取得 再來就是選擇很多 像你要加強身體的美白你就選這個 你要比較清爽一點的保濕身體乳 你就選這個 而且常常會有第二件打折的優惠 所以他們家的乳液我一直都有在使用 也許明年的空空想或是年底的空空想 他們又會再出現一次 最後是施樂膚的長效潤澤修護霜 他們家的身體乳有分為清爽版本跟潤澤版本 我現在首相是潤澤版本 那清爽版本我通常會放在夏天用 因為我覺得是一個比較清爽 就足夠夏天膚況的保濕狀態 那如果是冬天皮膚真的比較乾 我就要用這款來耗得住我的膚況 因為像今年冬天冷比較久 然後有一段時間還蠻冷的 我的小腿後方就真的很乾燥 稍微出現有點蛇皮的那種紋路 就很乾很乾很乾 我就要趕快用這個霜來加強才夠我的皮膚用了 那它的質地就真的是那種很豐潤很綿密那種霜的質地 所以相對來講 我覺得用來修護改善皮膚乾燥問題 會比較有感也比較明顯一點點 那他們家的身體修護霜 不管是霜還是清爽那一款 都是沒有味道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不能夠接受身體乳有任何香味的人 他們家的這個身體乳就還蠻適合的 因為它真的沒有任何味道 最後是化妝棉 化妝棉都是老朋友 首先是這個藍韻的化妝棉 當然藍韻的化妝棉啊 我都是用在卸眼妝跟唇彩比較多 因為卸妝我自己發現 如果是用那種比如說絲花 還是無印良品那種比較厚一點的化妝棉 所以他們比較不容易散開來卸妝液的部分 比較不容易散開來 就變成說我要倒比較多 然後如果倒的不夠多 就會覺得有點乾乾的 不是那麼好現 那藍韻它的化妝棉是偏薄的 它的纖維又比較明顯一點 所以它比較薄它的卸妝水就會比較容易散開來 就可以很快速就帶走你的眼部的唇彩 不需要浪費太多的卸妝產品 所以這個我通常拿來卸眼妝跟唇彩比較多 那如果說是卸臉的話呢 我不會用它 因為它的纖維感還是比較明顯一點 我覺得如果再拿來卸臉會比較容易有刮皮膚的問題 那如果是要拿來保養臉或是卸臉的話 我通常就會用無印良品的唇白的化妝棉 或者是ipsa的化妝棉 這兩個質地非常非常的像 因為他們就是像雲朵一樣很綿密 你在擦會覺得卸妝還是保養真的是一種享受 有人在輕輕的扶摸你呵護你的那種感覺 所以這兩款化妝棉他們的質地都是很輕柔很舒服的 那如果以取得方便性來講的話 無印良品的可能比較容易購買 因為像有一些seven 現在也是會設置一個無印良品的小櫃嘛 所以它真的還蠻容易買的 那ipsa的話呢 就是要嘛上他們的官網買 或是直接到專櫃去買 所以它比較不方便買啦 但這兩款化妝棉都是我很喜歡拿來保養臉部 或是清潔臉部的時候來使用的 終於都分享完了保養的部分 化妝棉超級重 這一欄我已經收集非常久 然後很想要把它們趕快清掉 因為我最近在執行家裡的斷設理 我發現就是 家裡的空間這件事情 就是你越懶得去面對它 它會一直卡在你心裡很久 你就會覺得有一件事情一直還沒做 但是你又不想去做 這就是夜長夢多越拖越久 所以我最近就很下心來幫家裡大掃除斷設理很多東西 那這一箱也是放在那邊很久 我今天終於可以把它們整個都清乾淨了 非常非常開心 其實清家裡是一件很療癒的事情 所以今天又完成了一件代辦事項 想要做很久的代辦事項 好那今天的保養空想就到這邊了 先希望大家喜歡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可以去回收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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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但是 有時候 Avec 我們 看